您好 欢迎收看1月8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因应中央2030双语国家政策发展蓝图 华联县政府从108学年度开始推动双语教育 目前华联有28所的国小6所国中加入了双语课程学校实施 从110学年度开始由华联县以昌国中来承办 华联县英语教学资源中心及国际教育资源中心 日前举行的街牌仪式 以昌国中校长陈玉明特别以英语宣告英资中心未来目标 音乐中央2030双语国家政策蓝图 华联县府自108学年度起推动双语教育 7日在仪昌国中举行华联县英语教学资源中心及国际教育资源中心接牌 仪昌国中校长陈玉明特别以英语宣告英资中心未来的目标 We are going to promote whole teaching English, bilingual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ere are 17 bilingual schools, and we are the partners. Yichang will do its best to promote bilingual English, and whole teaching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对于课纲不断的修正 然后就像刚才校长讲的 从沉浸室到现在的部分教学 我想这都是不断不断的调整 而老师的教学方式以及很多学习的进进 其实也要不断的努力向前 不只是小孩子 我们要精进 老师在教育线上也不断的努力 中心主任陈玉明表示 学校目前尝试运用简单英语在课堂中 包含体育、音乐及美术等其他异文课 六门科目 实为教师实施双语 采部分融入的方式并非全英语授课 希望让英语思考成为习惯 说英语变成学生的日常应用 所以在师资上我真的最大的任务 我需要赶快补助 至少要达到教育规定的法定比例 以教育规定所有的学校带课率 不能超过8% 但是我们花园带课率真的是很高 所以我们今年国小 国小会教成50位 国小50 国中有24 这书教育有27 基本上我们今年会考 各类加小两个 101个教师的真心 花莲推动各项雄语教学计划已迈入第三年 雄语教育从筑强、宜昌、吉安、丰山、西口国小 共无所前导小学先行事办 而后增加12校 中原、华人、中校、明尺、中华、北昌、重德、稻香、北浦和平国小 以及宜昌国中复理国中共同施行 预估在112年 全县将有30%国中小学 推动英语课程全英授课与松语教学 逐步达成松语学校的目标 记者长邦彦简相报导